大家好,我们频道独家获得拉丁美洲简本《中南美指南》一书的播放权 本书由世界简报编辑部出版 大家可以在亚马逊书店或者本节目的内容介绍中点击连结购买此书 介绍 一本拉丁美洲101书对于希望了解该地区,其人民和文化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这本书将概述拉丁美洲的历史、地理和文化 对于有兴趣更多地了解该地区的人来说,这将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一拉丁美洲的地理 拉丁美洲是世界的一个地区,位于美国南部,一直延伸到南美洲的南端 该地区拥有多种文化、语言和宗教 拉丁美洲的自然地理是多种多样的 山脉、丛林、沙漠和海岸都存在于该地区的不同地区 亚马逊雨林位于拉丁美洲,以及世界上最干燥的沙漠阿塔塔玛沙漠 拉丁美洲的人口也相当多样化 该地区既有大城市,也有小乡村 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是巴西和墨西哥 而最小的国家是梵蒂冈城 拉丁美洲的历史也相当多样化 几个世纪以来,该地区一直是土著人民的家园 也是欧洲列强的殖民者 今天,拉丁美洲是一个拥有许多不同文化和传统的地区 2.拉丁美洲的气候 在拉丁美洲,气候从热带北部到温带南部变化很大 该地区气候广泛 从亚马逊雨林的赤道气候到阿塔塔玛沙漠的干旱气候 亚马逊雨林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森林 它占地超过500万平方公里 是各种冻植物的家园 亚马逊盆地鼠热带气候,高温高湿 阿塔卡玛沙漠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地方之一 它位于智利,在安地斯山脉和太平洋之间 沙漠降雨量很少 白天温度高,晚上温度凉爽 安德斯山脉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 它们通过七个南美国家延伸了七千多公里 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 安地斯山脉气候广泛 从亚马逊盆地的热带气候到阿塔塔玛沙漠的干旱气候 拉丁美洲拥有各种气候 从热带亚马逊雨林到干旱的阿塔卡玛沙漠 该地区多样的气候支援着各种动物和动物的生活 三,拉丁美洲的历史 拉丁美洲的历史漫长而复杂 充满了各种征服者,革命和政治变革 人们普遍认为 拉丁美洲的历史始于1492年 当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抵达该地区 在此之前 该地区居住着各种土著人民 哥伦布的到来 标志着欧洲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的开始 这将对拉丁美洲的文化和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 西班牙帝国是第一个在该地区站稳脚跟的欧洲大国 几个世纪以来 他们设法大大扩展了自己的领土 然而 他们并不是拉丁语中唯一的欧洲人葡萄牙人 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该地区也有殖民地 拉丁美洲也是许多强大的土著帝国的所在地 如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 这些帝国最终落入西班牙人之手 但在此之前 他们在该地区留下了持久的印记 19世纪对拉丁美洲来说是一个动荡的世纪 出现了一些独立运动 到本世纪末 该地区大部分地区已经从欧洲统治下获得了独立 然而 这种独立的独立并没有给该地区带来和平 在20世纪 拉丁美洲将受到许多独裁政权 军事政变和内战的困扰 然而 这种情况在20世纪后期开始好转 在最近几年里 拉丁美洲一直在稳步取得进展 该地区仍然面临许多挑战 但其未来看起来比过去更加光明 四拉丁美洲土著人民 四拉丁美洲的土著人民 拉丁美洲的土著人民 是美洲的土著人民 他们既不是欧洲 亚洲或非洲血统 土著一词用于指代那些是特定地方的原始居民 拉丁美洲的土著民族包括马亚人 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等 马亚人是居住在墨西哥南部 瓜地马拉 伯利兹和洪都拉斯的中美洲人 马亚文明从西元前一千年到西元一五零零年 在该地区蓬勃发展 马亚人以其艺术建筑和数学而文明 印加人是居住在现在秘鲁的南美人 印加文明从西元一千四百年左右到西元一五三三年蓬勃发展 印加人以其建筑机械环和农业而文明 阿兹特克人是居住在现在墨西哥的中美洲人 阿兹特克文明从西元一千三百年左右到西元一五二一年蓬勃发展 阿兹特克人以其艺术建筑和战争而文明 五西班牙征服拉丁语 十六世纪 西班牙征服者抵达拉丁美洲 希望找到宝藏并使土著人民归一基督教 他们遭到了当地居民的抵抗 他们并不热衷于被外国势力统治 然而 西班牙征服者坚持不懈 最终征服了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 西班牙征服拉丁美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西班牙人经常采取残酷的策略来征服土著人民 许多当地人被西班牙人杀死或死于疾病 而其他人则被迫皈依基督教 尽管发生了暴力和流血事件 但西班牙对拉丁美洲的征服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它导致西班牙在美洲建立了殖民地 这些殖民地将继续在该地区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六拉丁美洲的殖民化 西班牙人是第一批殖民拉丁阿米尔的欧洲人 他们在16世纪初开始这样做 当时他们征服了金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 西班牙人随后开始南下 征服了金碧鲁的印加帝国 葡萄牙人是下一个殖民拉丁美洲的欧洲人 他们在16世纪初开始这样做 当时他们征服了金巴西的萨尔瓦多士 葡萄牙人随后开始向北移动 殖民了今天巴西的其余部分 荷兰人是下一个在美洲殖民拉特的欧洲人 他们在16世纪中叶开始这样做 当时他们征服了金伟内瑞拉的古拉书士 荷兰人随后开始向南移动 殖民了金伟内瑞拉的其余部分 英国人是下一个殖民拉西美洲的欧洲人 他们在17世纪初开始这样做 当时他们征服了金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敦市 英国人随后开始向南移动 殖民了金弗吉尼亚州的其余地区 法国人是下一个殖民的欧洲人 伊拉丁美洲 他们在17世纪初开始这样做 当时他们征服了金海地的太子港市 法国人随后开始向北移动 殖民了金天海地的其余部分 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 荷兰人 英国人和法国人是殖民拉丁美洲的主要欧洲人 七拉丁美洲的独立 拉丁美洲的独立 是一个发生在19世纪初的过程 这是一个该地区发生巨大变化和动荡的时期 伊拉运动有许多不同的人领导 包括西蒙 玻利瓦尔省 和赛 德 圣马丁和贝尔纳多 奥西金斯 这些领导人有不同的目标 但他们都想将自己的国家从西班牙统治中解放出来 拉丁美洲的独立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经过多年的战斗和牺牲 该地区各国才最终获得自由 拉丁美洲的独立 是该地区和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列点 巴拉丁美洲的十九 每分五里 在十九世纪初 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殖民统治之下 然而 拿破仑战争 1803-1815 和随后的拉丁美洲独立战争 1810-1826 导致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垮台 以及该地区新的独立国家的崛起 十九世纪是拉丁美洲发生巨大变化和动荡的时期 该地区见证了新共和国的崛起 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播 以及新中产阶级的成长 然而 那也是一个极度贫困和不平等 以及外国干预和统治的时代 九 拉丁美洲的20世纪 拉丁美洲20世纪的特点是 政治不稳定和威权主义 在军事独裁之后 该地区的许多国家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接受了民主 然而 经济不平等和犯罪仍然是主要挑战 时拉丁美洲的21世纪 在21世纪初 拉丁美洲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区 那是一个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时期 然而 这一时期并非没有挑战 犯罪 贫困和不平等仍然是许多国家的一个问题 在2000年代初 阿根廷经历了一场重大的经济危机 这导致了街头的抗议和骚乱 阿根廷政府以一系列 有助于稳定经济的措施作为回应 在委内瑞拉 乌戈·查韦斯于1998年当选总统 他实施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革 帮助许多委内瑞拉人减少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准 然而 他的政策也存在争议 他被批评者指责为威权主义 在巴西、路易市、伊纳西奥、卢拉、达西尔瓦于2002年当选总统 他推出了许多社会福利计划 帮助许多巴西人减少贫困并提高生活水准 在古巴 菲德尔·卡斯特罗因健康情况不佳于2008年辞去总统职务 他的兄弟劳尔 卡斯特罗担任总统 劳尔 卡斯特罗继续执行他兄弟的许多社会主义政策 但也采取措施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在墨西哥、比森特、福克斯于2000年当选总统 他是70多年来第一位反对党总统 福克斯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帮助许多墨西哥人减少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准 在哥伦比亚、阿尔瓦罗、乌里维于2002年当选总统 他向左翼反叛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发动了一场重大攻势 这有助于改善该国的安全 但也导致了侵犯人权的指控 在厄瓜多、拉斐尔、科雷亚于2006年当选总统 他引入了一些社会主义改革 说明消除贫困 提高许多厄瓜多人的生活水准 在秘鲁、埃伦、加西亚于2006年当选总统 他实施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有助于改善国家经济 然而 这些政策是有争议的 并导致了土著人民的抗议 在波利维亚、埃沃、莫拉莱斯于2006年当选总统 他引入了一些社会主义改革 帮助许多波利维亚人减少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准 在智利、逆选、巴切莱特于2006年当选总统 他介绍了一些社会福利计划 帮助许多智利人减少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准 在巴拉圭、费尔南多、卢戈于2008年当选总统 他引入了一些社会主义改革 帮助许多巴拉圭人减少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准 在乌拉圭、和赛、穆西卡于2009年当选总统 他引入了一些社会主义改革 有助于减少贫困并提高许多乌拉圭人的生活水准 第十一章 拉丁美洲的经济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的一个地区 包括西半球奖罗曼宇的国家 这些国家包括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 拉丁美洲一词与英美形成对比 后者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英语国家 拉丁美洲的经济是多样化的 它的国家自然资源丰富 工业化程度很高 然而 该地区也有一些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以及大量的发展中国家 拉丁美洲有着悠久的经济、不平等历史 该地区被欧洲列强殖民 土著人民被迫流离失所和奴役 独立后 拉丁美洲的精英们建立了有利于自己利益的经济 而大多数人口仍然处于贫困之中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 由于外部和内部因素的结合 美国经历了失去的10年 然而 自那时以来 该区域在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预计拉丁美洲经济将在几年内继续增长 该地区是世界上一些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的所在地 如巴西和墨西哥 此外 预计该地区将受益于中产阶级收入上升的全球趋势 12 拉丁美洲的政治 拉丁美洲的政治有许多不同的形式 有左翼和右翼政府 也有专制和民主政权 在一些国家 如古巴 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 政府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 在其他国家 如Chili 哥伦比亚和墨西哥 政府更加资本主义 拉丁美洲存在很多政治不稳定 政变和军事独裁并不少见 近年来 许多国家都有左翼政府当选 但经常面临右翼团体的反对 拉丁美洲有着争取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悠久历史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取得了许多进展 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3 拉丁美洲的宗教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截至2010年 大约78%的拉丁美洲人口是基督徒 16%不隶属于任何宗教 2%是穆斯林 1%是印度教徒 1%是佛教徒 拉丁与MRICA的大多数基督徒是罗马天主教徒 尽管新教徒人数越来越多 例如 在巴西 新教徒的数量自1960年以来翻了两番 阿根廷有大量的犹太人口 在乌拉圭和智利等其他国家也有较小的犹太人社区 伊斯兰教是拉丁美洲的少数宗教 但其存在正在增长 特别是在阿根廷 巴西和委内瑞拉 印度教和佛教也是拉丁美洲的少数宗教 尽管他们的数量在巴西和墨西哥等国家正在增长 14%拉丁美洲的文化 拉丁美洲是一个文化多样性很大的地区 拉丁美洲人民拥有丰富的遗产 包括许多不同的传统和习俗 以下是拉丁美洲文化中一些最重要方面的简要概述 家庭是拉丁美洲社会中最重要的单位 包括祖父母 堂兄弟姐妹和其他亲戚在内的大家庭也非常不成熟 拉丁美洲人非常重视家庭关系 并经常根据对整个家庭最有利的方式做出决定 宗教也是拉丁美洲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罗马天主教是主要宗教 但也有许多新教和其他基督教教派的代表 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和犹太教 也存在于一些拉丁美洲国家 音乐 舞蹈和艺术也是拉丁美洲文化的重要方面 拉丁美洲音乐非常多样化 有许多不同的风格和影响 舞蹈也是许多拉丁美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通常用于表达喜悦或讲故事 拉丁美洲艺术也非常多样化 具有许多不同的风格和影响 拉丁美洲也是许多不同的土著人民的家园 这些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传统和语言 他们往往与土地和他们的祖先有着密切的联系 拉丁美洲是一个文化多样性丰富的地区 拉丁美洲人民拥有丰富的遗产 包括许多不同的传统和习俗 以下是拉丁美洲文化中一些最重要方面的简要概述 家庭是拉丁美洲社会中最重要的单位 包括祖父母 堂兄弟姐妹和其他亲戚在内的大家庭也非常重要 拉丁美洲人非常重视家庭关系 并经常根据对整个家庭最有利的方式做出决定 宗教也是拉丁美洲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罗马天主教是主要宗教 但也有许多新教和其他基督教教派的代表 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和犹太教 也存在于一些拉丁美洲国家 音乐 舞蹈和艺术也是拉丁美洲文化的重要方面 拉丁美洲音乐非常多样化 有许多不同的风格和影响 舞蹈也是许多拉丁美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通常用于表达喜悦或讲故事 拉丁美洲艺术也非常多样化 有许多不同的风格和影响 拉丁美洲也是许多不同的土著人民的家园 这些民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传统和语言 他们往往与土地和他们的祖先有着密切的联系 15 拉丁美洲的语言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一个拥有大量多样化人口的地区 这种多样性反映在该地区使用的许多不同语言中 拉丁美洲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是西班牙文 这是由于该地区许多国家的西班牙殖民历史 然而 也有许多国家的葡萄牙语是主要语言 这是因为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巴西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拉丁美洲也有许多土著语言 这些语言通常不像西班牙文或葡萄牙语那样被广泛使用 但在该地区仍然很重要 最后 拉丁美洲也有许多移民语言 其中包括来自欧洲 亚洲和非洲的语言 这些语言通常由最近搬到Rigi的人使用 16 拉丁美洲文学 在西班牙文中 拉丁美洲的文学被称为西班牙文美洲文学 它包括整个拉丁美洲大陆的口头和书面文学 以及菲律宾的文学 菲律宾在1898年之前一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由于非洲大陆的多种文化和语言 拉丁美洲的文学非常多样化 不可能把所有的拉丁美洲文学归为一类 一些最著名的拉丁美洲作家 包括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绿克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伊沙贝尔、阿联德和保罗、科埃略 拉丁美洲文学经常涉及魔幻现实主义、独裁和贫困的主题 17 拉丁美洲的音乐 拉丁美洲音乐非常多样化 因为该地区具有广阔的地理和文化规模 有许多不同类型的音乐起源于拉丁美洲 包括但不限于桑巴舞、波萨诺瓦舞、炭歌舞、梅伦格舞、萨尔萨舞、坎比亚舞、雷加顿音乐和巴恰塔舞 桑巴舞是一种巴西音乐流派 起源于19世纪后期的里约热内卢士 这是一种活泼、有节奏的舞曲 通常与狂欢节庆祝活动有关 Bossa Nova是一种起源于1950年代后期的巴西音乐风格 它融合了桑巴舞和爵士乐 其特点是圆润、轻松的声音 炭歌是一种起源于19世纪后期阿根廷的音乐流派 这是一种感性、充满激情的舞曲 通常与阿根廷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关 梅伦格是一种音乐流派 起源于20世纪初的多名尼加共和国 这是一种快节奏、充满活力的舞曲 其特点是简单、朗朗上口的旋律和可跳舞的节拍 萨尔萨舞是一种起源于20世纪中叶古巴的音乐流派 它融合了古巴儿子和非洲古巴节奏 其特点是节奏快、节拍可舞 坎比亚是一种音乐流派 起源于20世纪初的科伦比 它融合了非洲、土著和西班牙的影响 其特点是朗朗上口的节奏和可跳舞的节拍 雷鬼是一种音乐流派 起源于20世纪后期的波多黎各 它融合了雷鬼、嘻哈和拉丁美洲节奏 其特点是朗朗上口的节拍和经常录鼓的歌词 Bachata是一种音乐流派 起源于20世纪初的多明尼加共和国 这是一首缓慢、感性的舞曲 被其浪漫、忧郁的声音所震撼 18、拉丁美洲的艺术 拉丁美洲的艺术受到该地区历史和文化的影响 拉丁美洲艺术包括广泛的风格 从土著人的简单民间艺术到该地区殖民大师和受其影响的现代艺术家的复杂作品 拉丁美洲艺术家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该地区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的启发 阿兹特克人、玛雅人和印加人的前哥伦布时期文化是许多艺术家的主要灵感来源 这些文化的艺术的特点是使用鲜艳的色彩和大胆的图案 在殖民时期,欧洲的影响被引入该地区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绘画风格更加自然 这种风格后来被许多拉丁美洲艺术家采用 在19世纪,新一代的拉丁美洲艺术家开始出现 这些艺术家受到当时法国艺术的影响,如印象派和立体主义 他们开始尝试新的风格和技术 他们的作品开始反映他们周围日益现代化的世界 今天,拉丁美洲的艺术与该地区本身一样多样化 拉丁美洲,艺术家继续,尝试新的风格和技术 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构成该地区的许多不同文化和传统 19,拉丁美洲的体育 拉丁美洲到处都是热情的体育迷 足球是该地区最受欢迎的运动 其次是篮球,排球和网球 棒球也很受欢迎,尤其是在古巴 多明尼加共和国和波多黎各 足球是拉丁美洲最受欢迎的运动 从公园里的休闲游戏到职业比赛 它在所有的Live Alice中都有 这项运动受到球迷的密切关注 球队之间竞争激烈 篮球在拉丁美洲也很受欢迎 这项运动在各个级别进行 从公园里的休闲游戏到职业比赛 这项运动受到球迷的密切关注 球队之间竞争激烈 排球在拉丁美洲也很受欢迎 这项运动在各个级别进行 从公园里的休闲游戏到职业比赛 这项运动受到球迷的密切关注 球队之间竞争激烈 网球在拉丁美洲也很受欢迎 这项运动在各个级别进行 从公园里的休闲游戏到职业比赛 这项运动受到球迷的密切关注 球队之间竞争激烈 棒球在拉丁美洲也很受欢迎 这项运动在各个级别进行 从公园里的休闲游戏到职业比赛 这项运动受到球迷的密切关注 球队之间竞争激烈 20.拉丁美洲乔名 拉丁美洲乔名是指从拉丁美洲 迁移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人 乔名是一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人口 有超过一千万人生活在拉丁美洲以外 散包子虫对拉丁美洲文化和社会具有重大影响 是拉丁美洲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拉丁美洲乔名是一个多元化的人口 有所有种族、民族和国籍的人 乔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 许多人拥有大学学位 拉丁美洲乔名是拉丁美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向拉丁美洲汇款的重要来源 乔名也是一股政治力量 许多人积极参与拉丁美洲政治 拉丁美洲乔名是一个多样化和不断增长的人口 对拉丁美洲产生了重大影响 结论 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拉丁美洲的101指南 突出了其多元文化、历史和政治 尽管该地区面临许多挑战 但拉丁美洲是一个迷人而充满活力的地方 非常值得探索 凭借其丰富而复杂的历史 拉丁美洲是一个可以为每个人提供一些东西的地区 无论您是对其古老的文明、充满活力的当代文化 还是政治感兴趣 拉丁美洲都一定会让您感兴趣